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问一些其他的老师和朋友们 基斯广义吧 我觉得你学燕体字开始的时候 先从多宝塔入门比较好 因为多宝塔写的东西相比之下 共性的东西多一些 容易让大家接受 你过早的写其他的东西呢 燕真卿的个性过于强 个性的东西表现的过于明显 而事与接受起来就困难一些 应该先从共性方面入手 都首先在初学阶段选择他的多宝塔 这是比较合适的 后边在讲东方说话赞 燕琴礼碑等等 其他的后来的新草书 陪将军赞 纪纸稿 征座位 这些东西渐渐深入 开始阶段的时候 永多包塔 打一打基础 我想是好的 至于其他的燕琴礼碑 马骨仙滩机 这些东西可以稍稍往后放一放 但是有些人就直接从燕琴礼开始 从马骨仙滩开始 这也未尝不可 但是总体来说 对于初学者来说 还是应该先从多包塔入手 这样入门会快一些 共性的东西会掌握得更多一些 燕体字虽然好 但是燕体字到了燕真卿晚年 他的个性极强 有些东西不适合初学者 在初学阶段上学习 好了 今天我们每日议题 想跟您一起聊一聊 有关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的关系问题 这是个大题目 和网友们讲一讲 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的关系是什么 这个问题很复杂 书法理论家在古代没有 在古代没有 这是个新生的这么一种称谓 大家会说 书法史上那么多的书法论著 怎么会没有书法理论家呢 我告诉大家 历史上那些个书法的经典的论著 比如说大家书知的 孙国庭书谱 后来的包世辰 康有为的 一州双击 广义州双击 已经书法要言 叙书谱 这个这个这个 等等等等 这些个书法理论名著 都是书法家搞的 历史上没有一个 单纯是书法理论家 而不是书法家的 没有 因此我对大家说 古代的那些书法的论著 都是书法家完成的 而跟今天的不同 就是今天的书法理论家 很多人是不经于书道 但他们却是研究书法家 他们专门是从事书法理论的 实际上 我觉得这个行业 最好没有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是 不是书法家 你在书法功底上 你没有真知灼见 你肯定那个书学理论 是一片混乱 因为你不懂书法 你看咱们现在扯到世界杯 我们来说 那些书 那些理论家们 那些个特别是教练 这些拼演人 他们多数都是 直接是踢球的人 如果你没有踢过球 你没有参加过这种大型的比赛 你在旁边说三道四 肯定是 没有价值 是不是这样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 比如我喜欢打乒乓球 对 你看乒乓球 所有的教练 都是曾经拿过什么 这个全国乃至世界上 高明刺激的人 对 都是运动员 推移的 推移下来 而且都是那些高级运动员 是这样下来的 所以你想在这里边 你想完成点理论 你曾经 你不曾经有过 一个丰富的实践经验 你想空谈一些理论 根本立不住 现在呢 有些人 比如说 有一位陈振连先生 我几次在我们讲座当中 提到这个人 这位先生 文学功底都不错 也非常的聪明 在这个书法理论方面 著作泼风 他曾经呢 就面对面的跟我说过 他说书法理论家 不一定非是书法家 这是现代啊 一个普遍的一个认为 理论家不一定非得是实践家 实际上 看你行业 你要是如果专门论运书乓乓球 你不会打乓乓球 你根本论书不清楚 你打不好都论书不清楚 如果你是踢足球的 你是足球理论家 你不会踢足球 或者你从来没有什么好的成绩 你根本谈不出足球的真正的奥妙 书法更是这样 你不曾经有灵贴的基础 你不曾经在书法上达到一个高水平 你想谈书法 谈何容易 那么我们就说到古代的书法理论家 孙国庭书谱 孙国庭的那个字写的是何等的好 当然 他和二王 王熙之王限制相比之下 他略逊一筹 但是 无关怎样说 他也是唐代的 一流的草书大家 他有这个基础 他才能谈到书法 谈到书法的理论问题 他从他个人经验之谈 就足够你学习的了 因此孙国庭书谱当中 讲到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他就提到 难为之荣和龙泉之利 所以我们这样做的好事 他们把音乐给重温 我解锻了 这是 小后一样 这片子 我来讲到 尽き 对 今天 要是 我们这里边的星草书相混在一起写 别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家有难为之荣 乃可论于疏远 那么后面还有说 家有龙泉之利 乃可论于断割 我们不写那么多了 男卑是个美女 你家里有男卑那样的美女 你才可以论一论 女人是怎么样一个美 怎么叫美 因为你是有资本来谈 你有龙泉之利 方可论于断割 你家有龙泉保健 你谈谈什么样保健好 什么样保健不好 你才有资格去讲 如果你不曾经写好字 你站在这指手画脚的谈 说法理论怎么回事情 这个那你说 他们你说什么为主 专门比如谈燕真卿 你谈到燕真卿的具体问题 他说不清楚 你比如说 燕青礼碑特点神好在哪里 东方说话在好在哪里 麻姑先谈记好在哪里 他说不清楚 他只要谈这具体问题 他准备混乱 因为他不曾经在这上下过功夫 但是他抽象的 泛泛的谈 燕真卿的祖父是谁 燕真卿家里世代赞英 世代公民 燕真卿后来怎么死的 燕真卿是怎么样中烈 这些东西不用你谈 我看了书就知道 是不是 可惜的现在因为书法界 很多人没有文化 出现这种畸形 因此这些理论家就应运而生 他们看过一些书 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所以他们就谈理论 那批人没有文化的人 我就是从笔到墨 从墨到纸去这么写 实干家 于是就分开了 古代的所有的书法家 都是文学家 因此用不着你在旁边 就是指手画脚 他自己就说的一清二楚 他讲的东西才是真知灼见 因此不管包世成 虽然包世成不能算一流书法家 虽然康有威也算不上一流书法家 但是他们在书法下的这个功夫 也不是常人所能做到 因此我们对包世成和康有威 突然认为是大书法家 所以他们的这些东西 谈出来之后 不管对与不对 都有深度 一周双击 都有深度 广义说说的 和一周双击 就说这些人都是书法家 他所做的事情 包括唐代的 像张怀冠 就是窦记 这些人 都是水平相当高的书法家 所以呢 在这些问题上 我们这样的认可 古代书法家 还有人这样提出来 说一流的书法家 多数都不搞著作 不搞理论著作 而王是二流 那么这其中 我想孙国庭可能是例外 孙国庭应该是一流 当然是 王岐哲 王显哲 属于超一流的 但是他无论如何 算是一流的 草书大家 只有康有威 和包释 他们应该算是二流的 但是 无论怎么说 他们也确实是 大书法家 在这些人写的东西 我们是可信 今天的很多书 书法理论家 是个职业工作 他们每天靠写文章 靠完成著作 来吃饭 来找支撑 所以他们每天 必须得写这些东西 但这些东西 有的是有感而发 有的是无病声音 而扰乱视体 所以现在很多的 一些个新奇的观点 就是宋国庭书谱当中 我们也介绍过的 狗星新说 狗星新说 用这些东西啊 来掩盖自己书法的不足 于是现在有些人就说了 能写的不如能说的 所以写多少字 他们一讲天花乱坠 这是文书法界的悲哀 因为现在书法一旦流落到民间以后 成为艺术了 它已经是一种堕落 以中是一种衰尾 所以才有这些畸形的东西出现 我们并不是说 一概的否认 所有的现代书法理论都要不得 不是这样说 但是很多的 大量的一些个理论的东西 真的是混淆试听 弄得大家看完之后 也不懂它说的是什么 按它去做的话 只能是秋之欲深 诗之欲远 因此我们说 真正的书学理论家 应该本身必须是书法家 如果他字写不好 真的他没有资格来谈 谈书法 因为你不懂 而且你下的功夫小都不可以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 我当今天很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来 可能使得很多的书学理论家 为此很不高兴 但是我仍然出于一种良心 我必须揭示这个问题 让大家明白 那些书学理论家 多数的书学理论是靠不住的 就这个问题 我们将连续地讲下去 田老师 在今天的每日一字节目当中 您要给大家讲解和示范哪一个字呢 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笔字 笔就是毛笔 这个笔字 因为是常用字 这个字呢 他除了猪头下边的这个 这一块叫玉 这个玉字也是经常大家使用的 比如写书字 写画字 写天津的金等等这些字 都是常用字 所以我们写下这个笔字呢 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凯书的写法 好 这个笔字 这个笔字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像这种写法 基本上在凯书是统一的 这就是共性的东西 比如说 竹子头相对的宽 下边玉字的这一长横 是个绝对的长 它必须这一笔长出来 在凯书上是这样要求 然后第二笔略短 第三笔略更短 第四笔稍长 所以 同样是这样 五个横画 却各自有各自的不同 长短不相同 轻重也不相同 姿态也不是一致 再写一遍大家看 竹子头 相对的宽放 但是它不能宽过下边的那一长横 注意看 这笔是虚的 注意看 这笔 一定要探出了长横 向下方写 保持转书当中的那个 这个方面的东西 它有手 手的形状 所以在凯书当中 仍然保留着 转书当中的笔 所以在这一树笔当中 大家注意看 可以写成了一个垂路 但是多数人要写成一个宣真 我单写一下 这个下边这个例子 大家看一看 这一笔呀 要尽量宽放一点 给那个树笔 留出位置来 大家注意看 写这一树笔的时候 注意稳住心身 是这样 直接写个垂路可以吗 也可以 但是不如写一个 宣真在这地方更为合适 我们写个垂路试一试 虽然这些可以 似乎显得笨重一点 所以你要让我说出来 究竟这一个树笔 什么时候用宣真 什么时候用垂路 确实不好一下讲清楚 但是针对这个具体这个字 我可以告诉大家 在笔字或者黏字 这类的字当中 尽量的使用 宣真比较合适 黄自原在九十二法当中 也谈到宣真和垂路的关系 但是他举的那些字的例子 别的书法家 他讲宣真是别人有用垂路的 他讲垂路别人有用宣真的 看来这个写法不尽相通 也跟你书家的习惯而言 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还有一种啊 写笔字时候啊 这个草头啊 竹子头可以当作草头来处理 古代书家写的笔字时候 常常见到写草头 但是我们后来的规范字 把它定为是竹子头的 本来就应该是竹子 但是古代时候呢 竹子和草头呢 经常的通用 很多字还能见到 所以大家知道一下 竹子头和草头 在古代书法当中 时常的通用 但是你不要以为 有的时候通用 就遇到草头 就可以写竹子头 遇到竹子头 就可以写草头 这是不行的 就看哪些字 有些字是可以这样用的 比如说写笔字 这就可以用这个 猪头也行 草头也行 这就没问题 比如说 这个有些个 比如说这个极字 比如这个字 在古威帖当中 也经常把猪头写成草头 这些的 有时候是可以通用的 但是 比如说像那个肖字 你就不能通用 这是吹肖的肖 这是肖条的肖 这二者不能通用 你要把猪头改成草头 那也乱了 草头当然也不能代替猪子头 所以尽管在古威帖当中 有些草头和猪头可以混用 但是 在有一些字当中 非常讲究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 不要以偏盖圈 我们 再写下凯树的笔字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草头的 这尽量写的宽放一点 到后边这个主笔数 一定要注意 这样写 既不要太慢 又不要太快 好的 我们下面给大家写一写 关于这个笔字 形书的写法 大家看 尽管 它的很多地方 还借用了 凯树这些写法 但是毕竟有新书的特色 新书的特色 先首先注意 这个竹子头 笨拙的竹子头 上边的这样写 在凯树当中 比较笨的 到了新书的时候 就非常的简单 一定要练会了 新书的竹子头的写法 这是常用的 再看一下 一 二 好像一边写着小人字一样 实际上很技巧 它并不是我们平常 所认为的 简化的从字那个写法 它是很俏皮 很讲究 再看一下 大家注意看 这个横画 看来都不平 都是个邪式的 这不很邪吗 然后用这笔下来 找正 这个字心就正 这新书的一种技巧 在凯树当中 写的过于偏邪 就不可以 因为就不称其为 凯 不称其为正书 在行书当中 有这种随意性 写的就是这种姿态美 又不影响认读 行书的双重任务 一是要把它写美 写灵活 写快 一方面 必须要认读 可以认读 这就是行书最实用 因此 它具备这两个特点 写个草头行吗 可以 也经常见 也经常见 这样写 我们要说的是呢 有些人呢 在写行书的时候 无端的有时候加点 加个点干嘛呢 不知为什么 加个点 也不影响认读 你也认出是什么字 但是不知什么原因 他加个点 像赵孟福 就喜欢在某些地方 就经常加个点 比如说 我们来看看几个字啊 前面讲过的处字 比如说 加个点 加个点干嘛呢 本来 下面写完 下面这个 冲冲忙的冲字 没有点 就完了 加一个点 可能是 笔到那个地方 一种顺联 需要有接触感的时候 他们点了个点 还有什么原因 我们现在 只能是判断 还有呢 比如说像 写这个笔字 写完这之后呢 再帮他们加了个点 加个点干嘛 不知道 但是好像是 也挺漂亮 写拜年的拜字 赵孟福也喜欢在这地方 有时候加个点 这 这书笔不完了吗 非得 点了个点 这在古人那里 对文字上 没有一个特别严格的界限的时候 这些随意性 随处可见 但是大家知道 我们今天呢 为了不影响大家认读 在写的时候 尽量的免去这些个 不必要的一些点 但是说 你一定喜欢要点 也无所谓 但是我还是强调 最好不点 这是讲的 新书的这个笔字的写法 我能给大家演示一下 草书 这种笔字的写法 这就是草书笔 这是写法 这个写法 大家明显看得出来 上边的这两点 一小短横 明明是在当草头写过来 如果当珠子头写过来 就不应该是这样 如果是珠子头写过来的 这个笔字 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明显看来 是这样写最多 这样写的偶然也见 以写草头为主的 是最多见的 大家再看一下 有两种笔顺 一种笔顺就是这样 点这样拐过来 这是一种笔顺 还有一种笔顺呢 先写一横 然后这样写 是这样写 这两种写法都有 大家呢 会其中一种 就会能够 给使用带来很多方便 像这些字 我给大家讲的 常用的这些草字 大家应该都得知道 因为你总不能作为一个草书的草盲 遇到草书就不认识 遇到草书之后就需要查 这就很麻烦 所以这个一般的草书大家都要知道 所以以后会的多了以后 被一反三 有些字就大家渐渐都熟悉起来了 我们再写下这个 这个笔字的草书啊 有的时候需要你多蘸点墨 在草书的章法处理当中 比如说需要你重一点血 浓一点血 有时候是需要这样 比如说 这就是墨很多 有时候需要你笔画很细 你就得细得起来 这就是说 你自己能驾驭它 有时候呢 就是需要你用点干笔画 有时候你写下的时候 没有墨了 出现干笔画 也就是很美的 技术有种控制 一种掌握 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你看大家看得出来 我现在并没有再占墨 刚才以为我占的墨少 写出字来之后 就是一种干笔封 就是漏着很多白封来 实际上就在这个阶段那时候 你稍稍用速度调整一下 慢一点血 仍然可以不见这种白封 你说 白封又没了 你没有占墨 你也没有再去怎么样 它就随手变化 那么你在用速度调整的 或者是笔封上 调整一下 又会出现很多的这种干风 然后再斜慢一点 又会出现没有多少干风 一种调整 所以在草书当中说 大家注意 对于白封的使用要合理 不是你在那里故意造作 是有时候的 是自然的流漏 和你在写字过程当中 那种情绪上的波动 引起了笔画上的变化 这些大家不可不知 学习草书也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因此青年朋友们 在学习楷书星书的同时 也要多读读草书 练一练草书 只是在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时期 有不同的侧注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直播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